说我12岁的孩子想拥有一部手机 但是呢 父母觉得他还不够成熟 他说他所有的朋友都有电话了 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给建议 谢谢 我其实就像他们有video game 他说每个人都有video game 我们家都没有video game 我说我们家穷啊 就是没钱啊 OK 这个就无所谓了 OK 那当然手机 你可以说给买一个简单的 OK 可是你要问他说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想用在哪里 然后你用在这里 对你做一个成功的人 能够帮助别人 有没有什么好处 对你增加知识有没有好处 你先challenge他 所以你去写下来 你写下来想过了以后 我们都同意了 我就给你买一个 OK 这个倒是没有问题 因为不在乎手机本身好不好 实在是这个小孩子好不好 对不对 你给他一个思想的过程 写下来他要做的事情 然后你给他买一个手机 以后每隔一个月他说 你是不是做了这些事情 还是没有做这些事情 像讲老师说的 用的是什么的原因 然后怎么设立界限 这个是非常好的机会提前 清楚讨论 不是我们训话 讨论 用这个手机的目的 然后设立界限 在哪里用 用的时间多长 然后就是也培养他负责任 新的一个机会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知道很多年轻 青少年已经 或许父母觉得太晚了 已经随意他们怎么用了 然后12岁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时机 怎么让父母亲一起也学习 就说手机不要带到房间里面去 然后提早的晚上睡觉 都放在这个一个篮子 或者锁在哪里 就是说大家能够学习 有这样一个节制 不只是让孩子不能这样做 我们自己也父亲也一起做 那这些都是很好的机会 去教导他怎么去用 也要提醒说 不是别人有的 我们就要有 就像讲老师说 没有我们家以前 一直也没有什么 那个PlayStation 都没有的 所以当然 要讨论 然后就要 有机会他问你东西的时候 也是你有机会 也要邀请他 成熟 设立 因果关系 然后时间控制各方面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机会 这个一个制度设立好 一个leader 一定要设立制度 一定要设立制度 剩下你就很容易了 你不要到后来跟他吵 吵个不停烦死了 你这制度先设立好 而且制度都是两个一起设立的 对不对 就是说有一些 他可能要很多样的功能 还是要iPhone很贵什么的 那你可以有这样一个技巧 可以说 哎呀我真的巴不得 I wish we could get this 就让他觉得说 哎呀你真的很体谈他的 体谅他的想要的 那也学习到说 你平常就 我也wish有买个什么车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就说也学习 就说我们要选择 不是说想wish有的都有啊 就是让他能够觉得 也是要怎么样 prioritize跟价值观 好不好意思 俊华老师 你好你好 我觉得刚才 桑华老师分享的都特别好 其实我个人在家里面 也是这么做的 啊感谢主 因为我的女儿 在最开始用手机的时候 我也是这么做的 我就是说你把 你把这个pros and cons 你都写下来 他写下来了 然后呢 他有些东西还miss掉了 我们也跟他一起 就是说 有哪些pros 有哪些cons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 都把它写在上面 写好了以后呢 就像刚才这个 李宁老师说的 我们有一个因果的关系 就是说你有些事情 是该做的 有些事是不能做的 当你没有 没有能够控制你自己的时候 你做了一些 你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有哪一些consequences 所以说在这个 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 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共识 就像蒋明老师说的 我们有很好的讨论 所以说碰到什么问题以后呢 我们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挣扎 但是我的女儿 已经是18岁了 今天上了大学 在过去的两年当中 我觉得是导致我的女儿 经常的提醒我和我的太太 说你们在手机上 或者是iPad上 花时间太多了 hang out hang out 感谢 感谢 感谢